9号是农历的正月初九 听宫夕 这一天是玉皇大帝的诞辰日 除了家家户户准备供品拜听宫之外 金门的传统习俗是家人们在这一天 休旧莱克贝太无双 相传会因此为家人带来整年的好运气 果然不少民众前往爬太武山 希望为自己新的一年求来好运 根据金门坊间传说 在农历初九听宫夕 能够去爬太武山并到海印市前程参拜 就能在来年带给全家人一整年的好运气 因为这一项传统让初九爬太武山成为一项全民运动流传到现在 差不多过年的初九都会上山来朝圣 我们是从以前李沃斯县长的时候 出山在太武山上有办一些游艺的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都自己带天正堂所有的团 每年都上山来这边表演 可能今年就会跟他们联络一下 准备明年的时候 大家一起初九一起上山 变成一宫 整个金门的一些镇头 做一个游艺队 上太武山来朝圣 因为海印市每一年的初九都有做摘天 所谓的摘天就是拜天宫 我们金门人的民众在初九的这一天就一定要来爬太武山 来海印市礼佛来拜天宫 今年因应疫情 我们把拜天宫灾天的仪轨改在大雄宝殿 那也没有对外就是避免这个群聚的状况 那我们也祈求在我们在礼敬诸天的时候 祈求这个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也祈求这个疫情能够早日能够平息 让市农工商都能够恢复到正常 让百姓能够安乐 在海印市上香祈福的信众 受持一束清香 诚心上香祈福 而今年是虎年 海印市提供光明灯还有安太水服务 每天为信众在佛前诵念经文 为所有点灯信众带来消灾祈福跟回向 祈求工作顺利身体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订阅